今天就是我们洗娃娃为战略手法 先拿一个堂堂 放水 稍微微一点点水 不要太热 哆哆哩 然后就把我们的娃给泡一泡 让它给电尸掉 来我们去烧烧 有点白白烫烫的是吧 因为我最栽红有的用途是无所谓的 这个栽红我必须要把它全部洗干净 反正洗了之后还要打 避免掌刹蟹 对不起,受惊吓了 这下把它打湿掉 然后给把它剔头 没错 把一个铜卡提拉入 要倒一丢丢 不要倒太大 太多了 挤一下 挤挤挤挤 然后给它沾点水 就行喽 这样一啾就好 给它挖一挖 稍微有一点点磨 不要太多了 就先洗头 我们是个精致的boy 所以说洗发肉和木头要不要分开 不要用眼镜 就用头发的 手术小毛 之后就浇上 其实头发也没什么 常用的尾巴就要戴帽子 只要是脚脚和手红 脆一点 容易脏 然后就轻轻的挤压 因为它里面肯定是有那个 那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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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这个是纹路的,你就顺着一个方向给它刷一刷,不要动刺绣的地方,刷一刷给它,轻柔一点。 手这边会比较容易脏,刷一刷,脚也是一样的。 脚皮皮,也好敲呀! 现在就这样,顺着一个方向,抹一刷,就这样先玩。 全部搓好了之后换清水,因为我们要把里面含有鸡叶的水要挤出来,要挤压出来,换清水给它。 这样才能保证它里面都是干净的水没有含肥皂水,不然它会方便的。 因为这把里面吹出来的水没有那种黄黄的感觉。 这一步不停的操作,因为要确保它里面是干净的,不含肥皂水。 就这样重复操作。 这是给它清洗的最后一遍,应该也差不多了。 然后洗好了最后满的样子,把里面的水挤一挤。 挤一挤,马上一边淋水。 这个娃被我,这个没有被我开过那个骨架,有一个娃惨到我开骨架了。 好了之后,因为我这个天气最近有下雨,也不可能给它吹干。 所以说我拿了洗衣机里脱,装在洗衣袋子里面,给它来宝贝进去。 我们一会就变得干干的啦。 然后因为怕那个娃惠给搅坏了,所以说我就拿了我的洗澡。 我们预警给它多过几成了。 好之后就给它进行脱水的模式。 然后我就进行脱水就可以啦。 你干净啦。 好,所以说你们就是要把那个浴巾裹厚一点。 它脱水的时候水会吸到那个浴巾上面,所以就不用害怕。 它就会没事的,你看。 噔噔噔。 哎呀,哎呀。 到时候就把它放在架子上吹一吹。 你给它放在这上面,然后这边是窗户嘛。 给它偷偷控制好了,不要比较光暴赛。 。